大家好,我老肉 之前蚊子那期啊,我看好多观众留言啊 说最可怕的不是蚊子,是小黑蚊 小黑蚊咬人比蚊子太阳,种子也更厉害 尤其在户外房不成房子,特别讨厌 所以这期啊,咱就来认识一下小黑蚊 那么好多朋友可能知道 说小黑蚊啊,其实不是蚊子 是一种猛虫 生物学里叫台湾甲猛 一般像是台湾啊,香港啊,广东,福建 这些地方比较多 基本都在南方,北方不常见 反正各个地方的称呼啊,也不一样 有叫小咬的,有叫小金刚的 台湾方言叫欧威亚,说的就是台湾甲猛 然后小黑蚊样貌呢,也不太像蚊子 因为蚊子腿一般都很修长 小黑蚊腿没那么长 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苍蝇 但是它们比苍蚊蚊子要小很多啊 也就一毫米多 咱肉眼看上去就是个小黑点而已 也看不出什么长相来 那么生物学分类呢 小黑蚊属于昆虫缸,双翅目,长脚亚目,蚊下目,猛科的夹猛鼠 所以你看它也属于蚊下目 就说明它跟蚊子啊,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叫它小黑蚊也不算是太离谱 那么之前蚊子那期啊,咱就提到过 说并不是所有的蚊子啊,都是吸血的 公蚊子就不吸血,只会吸食花蜜和枝叶 只有一些母蚊子为了产卵才吸血 那么甲猛的情况呢,跟蚊子差不多 甲猛鼠有一千多种甲猛啊 所有公甲猛也都是吃素的,吃花蜜的 只有极少数的母甲猛会吸血 台湾甲猛呢,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除了台湾甲猛另外还有几种 可能也跟你有关系 因为大名鼎鼎的可可树就是靠它们穿粉的 所以你要是爱吃巧克力的话,应该感谢甲猛啊 要没它们,巧克力可能就贵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绝大多数甲猛不顶人 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会顶人那些啊,是吧 你比如说台湾甲猛,这货就专门爱吸人血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口气啊,有点短 那些身上毛很密,皮糙肉厚的动物就不太合适 咬着费劲 相比之下人类呢,身上又干净,还细皮嫩肉,鲜嫩多汁的 这咬起来口感就好多了 所以它们最喜欢的就是人类 然后人类之外,第二喜欢是猪 都是挑身上毛比较少的,就因为口气短 当然说甲猛口气短呢,并不代表它不厉害 别看它们体型不如蚊子啊 但是咬起人来,那可比蚊子很多了 这个你看它们的口气长什么样就知道了 好家伙,显微镜里呢,简直就跟怪物一样 三把小尖刀,然后上面还有尺儿 这就是它们切割你的工具 也是为什么管它们叫甲猛的原因,还是蛮形象的 那么说甲猛吸血呢 它不像蚊子那样扎根针进去找血管的概念 它是直接三把刀就给你捅进去 捅进去之后还稍微撑开一点,撕开一个伤口 然后就从这个伤口里吸血喝 特别的简单粗暴 所以它们吸完之后,往往还会有血从伤口里躺出来 白白就躺掉了 跟蚊子相比呢,感觉就有点浪费啊 那么甲猛丁人跟蚊子一样的是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 首先它们也是通过咱们呼出的二氧化碳 还有体温和气味找到我们的 这点跟蚊子差不多 再一个就是它们吸血的时候啊 也会往里面吐口水 搞一点抗凝剂在里面 这样血比较吸,吸起来方便 然后这些口水就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 比如搔痒啊,水肿啊,水泡,甚至发烧之类的 你要用手挠的话,还有可能发炎,非常气人 不过好在啊,台湾甲猛一般不会传播疾病 这倒是个好消息 然后甲猛丁人比较猖獗的地方呢 有些上年级的人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啊 就是过去来说的话 好像没这么多甲猛 没被咬这么惨过 所以这就乖了 为什么现在甲猛变多了呢 哎,科学家们也做了很多研究 那么这事儿就得从甲猛怎么繁殖的说起了 那么大家都应该遇到过啊 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 莫名其妙的就会遇见一群小猛虫 一群小黑点在那乱飞 还会撞到你脸上 特别讨厌,都碰到过是吧 那么这个现场就是猛虫的交配现场 正好被你赶上了 然后交配完之后 公甲猛过不了几天就会死掉 母甲猛就会去找个人开始吸血 补充营养 让卵赶紧开始发育 一般大约三到四天时间 发育的就差不多了 准备找地方产卵 那么至于产卵地呢 台湾甲猛还有点特殊喜好 他们喜欢在一些阴暗潮湿 长了青苔的地方产卵 幼虫就在这些地方长大 当然青苔这个说法呢 容易被误解 因为说青苔 一般指的是苔藓植物 看起来毛茸茸像地毯那些东西 不过甲猛蝉乱 并不是在苔藓上 而是在蓝绿藻上 蓝绿藻呢 也就是蓝菌 也叫蓝藻 负营养化的水里容易生这些玩 也就是常说的藻华 另外其实潮湿的地面上 也会有蓝绿藻 你乍一看跟苔藓很像 也是绿油油一层 不过蓝绿藻呢 往往是湿漉漉 黏糊糊那种感觉的 而且它跟苔藓 一个是细菌界的 一个是植物界的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为了防止甲猛自身 要清除它们的产卵地 好多人就搞错了 把苔藓给清除掉了 其实就没什么用 白忙活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说 母甲猛的寿命 大概能有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时间 只要吸血顺利 它们有可能会产 两到三次卵 每次产卵的数量 在40克到80克 然后孵出来的幼虫 用不了几周 就又可以繁殖一代 迭代速度非常快 所以根据甲猛这些特点 研究人员分析了 甲猛变多的原因 可能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血缘的问题 刚才咱说了 甲猛主要的食物来源 就是人类 过去来说 甲猛主要生活在山林地带 偏远的农村地区 这些地方人口比较稀少 给甲猛提供的血缘就很少 它们也就繁殖不了多少后代 不过后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人类开发了很多山林 住在郊区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就相当于 给甲猛送血上门 有了充足的食物供应 这才让甲猛有了数量爆发 后来渗透进城市里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再一个 研究人员推测 跟气候变暖也有关系 因为甲猛这些家伙 他们喜欢湿热的环境 秋天温度降低了 它就不活跃了 但是气候变暖 就让它每年有更长的时间 保持在活跃状态 这样可能就会多繁殖 那么一两代 所以数量就越来越多了 也有这么一个因素 总之现在南方很多城市 都出现了甲猛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什么应对办法呢 诶 科学家们说了 说咱们普通人最应该做的 就是做好个人防护 争取饿死他们 比如去户外活动的时候 如果是有甲猛出梦的地方 你最好穿长袖衣裤 然后在皮肤裸露的部位 涂上驱虫剂 尽量少被它们咬几口 这样无形当中 可能就有很多甲猛吃不饱 繁殖不了后代了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你不注意个人防护 出去一趟被咬了一身包 虽然看起来你是受害者 但其实你可能已经喂饱了 十几只甲猛了 他们繁殖的几百只后代 就会去咬更多更多人 结果你看 你还成了帮凶了 还助纣为虐了 这上哪说理去啊 所以说 只要大家都保护好自己 少喂夹磨几口血 他们的数量真的就会降下来 关键就是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事 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才行 总有人在喂他们的话 那就成功不了了 所以今天这期 虽然是婚原专享 但是过一段时间 我会把它改成公开 让更多人都看到 当然也希望看过这期的朋友 能把这件事分享出去 让你的家人和朋友们 也都帮着饿死加盟吧